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飞匠为您带来的双方的一个风险者利息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一倍的小小味就是第老骁 哦呦,开局这边随机倒库拉 哇,这运气太好了,直接秒掉 哎,这场比赛双方是三问BO5 但是对于小小来讲,这场第一局已经注定了结局啊 这老骁这边三个角色没法打,前中点下盘逆向 哦呦,这波不会又秒了吧 哇天,老爷还剩一丝鞋 好的,三岁被血反前向一条重拳破掉 来看一下一回合 哎,小小这边确实 毕竟是一击版的老玩家了啊 一旦拿到库拉呢 即使是老骁也基本要没钱大一票重拳想抢空 但是一拼没有跳而是选择前冲 直接收掉比分一比零 哇,这个有点快了啊 确实是三问啊,三随机 这运气特别好 看一下首发是小草对战雅典娜 拭目以待 这一局明显老骁有点愤怒了 好,在前中前写中对对色一批前一跳的逆向一半 装活队过去 彻底疯狂 怎么想 还好逆向右侧中 天老爷无伤受点 哇,看来老骁确实很不服气对吧 这随机到库拉确实 好像一个热武器进入了冷兵器的时代啊 看一下老骁这边能否稳住 一批个八神 好的前跳奈乐乐 真是压点不准被一批下笔下一找的节奏 最后八神只要稳住还是能师哥对手的 瞧瞧也不会留手 哇,这两位顶级高手可以说是欢喜冤家了啊 关系特别好特别铁 但是呢 打西比赛来讲是完全不会留手的 这套石鸽虽然说没有库拉那么爽快 但是也确实非常的稳啊 看一下老骁这边日发出场的角色 半踢琢磨 各种小跳CD修晃 哦呦,葵花走路好险 这个版本葵花单点是可以开BC的 到地上空前充点逆向 下笔下A6A八神女 哦呦,这是什么情况 小跳雪峰没关系 好的,战机奇远迎接八神女 起身在前效应条路地上 谢峰好的圣龙抢开BC走路 哇,小小开始秀了 丝滑无比 啊? 葵花,圣龙 哦呦 这有一段时间没有解说肖小的对决了啊 这肖小这边 感觉比以前花哨不少啊 是吧 以前的话就是各种的谢峰无限连啊 现在也会浮空了 连统点下反逆向 而低能量产生 确凡一体的葵花第三只 哎,但是这手强开6B的一波二则 连短失误 大跳A一波逆向主感平凹的呀 看小小这手八神怎么处理 小C抢光连跳进弓逆向 居凡 走 走 两边来到最后一回合 小小这边马克西姆 这角色其实是可以玩的 就是 比较问重 下C反尤拳 日平能量闪生 直接升龙 漂亮升龙 起始BC 我有后大跳 宫中烧杀取消 有够帅 但这个伤害不会特别高 霸西脚补刀起身 前大一跳A波逆向中断 漂亮 消沉拳 看起来在上一波连段的时候 就算准了对手的落点 不会完全进版 这一下小小完全被秀了呀 看一下双方再点争夺战 二开手发是K49对战小草 来吧 小多乐图被一批反射角对侧倒 好的 确反做得不是很到位呢 这个升龙确反 哎呀 这伤害好低呀 但是老肖前冲点下盘 被一批升龙对侧倒 小小这边手速很快 反射速度更是快 跳星角好的 神辰直接走 老肖表示必须伤害 我喜欢帅 看一下 但是自己进版的 斜斜中腿没有开BC错 是为跳星角逆向 无攻守 小小 看一下老肖这边 日发出场的角色吧 这K49这个角色 即使你要深挖的话 跟猴子很像啊 伤害稳定 但跟猴子不 哎呦 好吧 都差不多 都很怕直定投 我刚想说 跟猴子不同的点啊 猴子是他打不了防守 是吧 但是K49他是可以打的 凹升龙啊 凹凯小啊 都可以 猴子没有堵招啊 基本是没有 哎 看一下前些重者 阳武最好的右则中 这下连段失误 但是因祸得福 大门在板边 一番右则中 战地前些重者 右开BC 情面阳生龙 循环 打蛇 双火 一丝鞋 下批战C 哎呦 下轻角则中 战C出康啊 老肖很明显想动啊 但是动不起来 这小小感觉 什么情况 真的进化了吗 全中点下 反对40p前 大跳落点 一个Z 彻底疯狂 双火有吗 没有打点比较低啊 看一下板边 前些重腿 这拉尔夫基本是没戏 这小小 对于距离的把控 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啊 就看老肖这边怎么处理了 两边都上老罗来吧 看起来临场赞助了啊 跳地响光 罗伊比躲开 一批裁剑者 漂亮 来吧宝贝 尝尝我的怒火 起来耶 一丝鞋 压身波 没有追波少年 两边同时AB闪身 英雄所见掠头 裁剑者护袖 一批裁剑者是为了躲拨 二批裁剑者预判 一批前跳 两边响刀一起去了 超杀怼过去 巨人压杀起身 怎么压制 去离帝王波 罗伊比躲开 凯撒波 再去反 漂亮 小小 去的了 无聊 哇 小小今天真的超神了 兄弟们 这一丝险能锁住啊 天哪 对吧 这剩一丝鞋以后 每一次的决策 都是无比精准 无比正确的 失误一次都万劫不复 啊 裁剑者 前小跳 轻角 哎呦 二批世界裸单 啊 小神拳 你在干什么 老肖 啊 要还血的 不还 什么意思 老肖 老肖表示 我这次不等 你先犯规了 我直接犯起规 阁下如何应对 生龙Max 大蛇 帖 黄瑶 啊 生龙 再接大蛇 这小小也是难受了 啊 这老肖 嗯 好吧 那既然如此的话 这场比赛正式 进入规则 啊 这一旦进入规则 两边都会比较谨慎 因为CD反击的话 你看 碰对手 碰得不好 就是CD好 直接裸杀 你在干什么 小小 老肖等你打完啊 我再揍你 生龙朔铁 反边循环 消沉权势 彻底疯狂 哦哟 这个生龙年段失误 一踢顺势缺反 打点过低 来 城马宇宙幻影 呃 直接收掉 哦哟 这真是一拳干飞啊 飞这么高 天哪 来看老肖这边 最后一个收地角色 真气 两边 都是一线超人啊 跳地直接责重 带走 暗黑地狱值得落 你给我死吧 有一段时间 没有更新 这么滩畅淋漓的对决了啊 你像什么 战天城啊 愤怒哥呀 大声哥呀 冒仔呀 真的很差呀 这几位顶级高手 都是特别注重力回的啊 虽然说不是坏事啊 但是总体看起来就是 节奏比较慢 对吧 但是小小对决完全不同 就是干 能量才深 顺势去反下一两点 所以这个角色 哦 好的连段失误 但是没关系 倒一踢又堵中 这波是可以一跳 十哥对手的 哎 连段又失误 可惜了 太早了 老肖这边应该是前走 想去搞一波地头啊 但是没头成 一匹起跳了 看一下老肖这边的小草 斯纳基Q 嗯 又并没有开BC 跳地则中 前些猪腿又开BC 漂亮 老肖又开始了 不疯魔 他不成活 哎 这个上洞 坏了 但是一匹券版没来得及 没有 没有反过来 应该是啊 吃了毒了毒 又被券版 老肖连续两个食物 要把自己葬送了 要不要秀隐藏 小小 哎 你看看 这小小真是 哎 能秀就秀啊 我也不在乎 是否会激怒你 确实这一局 老肖很难赢了 闲大跳 被点钟印象下盘 可惜又要 死哥 要一穿三 来 波动 取消 高贵喷泉 碎石梯 波动 碎石梯 再秀隐藏 直接穿三手 吊在那 跟住我们下期 节目再见 精彩啊 爽快